一身黑白色利落礼服露出满腰跟眉腿 她是袁子云 也是今年唯一一位踏上法国看成影展红毯的台湾演员 这上次台湾人登上坎城已经是六年前的刺客念影娘 而袁子云这回跟的其实是日本剧组 因为她出演了入围看成影展的日本电影Drive My Car 这次才会得以一起前往 而记者会上用流利英文接受访问 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今年30岁的袁子云其实大学时期曾在美国念书 英文当然难不倒 这回靠作品进军国际之外 其实在两岸也都有作品 就会拿我取笑 肖大人是何等人物 要配也只能配上娘子年 曾经演过大陆网路剧大唐女发衣 还有黄渤导演的一出好戏之外 台湾除了演过未来妈妈 最近更有新戏 我的老板是只猫 记者会上更吐露到坎城走一遭的心情 努力发展演艺事业 虽然牺牲的演员还在累积人气 就有机会走上国际 业期在未来继续大放异彩 TBS新闻何家杨云配传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